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弟兄们,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,并没有用高研大智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。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,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,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 我在你们那里,又软弱,又惧怕,又甚战惊。 我说的话,讲得到,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,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。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,只在乎神的大能。 然而,在完全的人中,我们也讲智慧,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,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 我们讲的,乃是从前所隐藏,神奥秘的智慧,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 这智慧,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。 他们若知道,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了。 如经上所记,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,是眼睛未曾看见,耳朵未曾听见,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,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,谁知道人的事,像这样,除了神的灵,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 我们所领受的,并不是世上的灵,乃是从神来的灵,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,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,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,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 然而,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,反倒以为愚拙,并且不能知道。 因为这些事,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,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?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